在浩瀚的互联网空间上面 有两大阵营是水火不容 一个是粉红爱国派 一个是普世价值派 这两个群体是一直在撕逼 一直在打仗 一直在互相喷口水 从墙内喷到墙外 从推特喷到油管 而且在油管自媒体这一块 还有很多那些粉红五毛自媒体 天天在粉饰老共 天天在说他们的好话 天天在粉饰共产主义 厉害了我的国 强大了我的国 总是在说这个 而且这些人还有很多簇拥 而且从墙内翻墙出来的 还有很多爱国粉红 纷纷去追捧这种理念 觉得中国强大了 觉得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了 觉得共产主义最终会解放全人类 或者说有建设中国自色的社会主义 那好 今天我希望跟粉红来共同去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纳粹它是好的 还是坏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纳粹当然坏了 包括爱国粉红 我觉得99%都认为纳粹是坏的吧 你敢说纳粹是好的吗 中国的教科书上有说纳粹是好的吗 有说希德勒是好的吗 就算中国那些教科书 他想给老百姓洗脑 他都要对于纳粹这种观点还是要批判的 还是要说他是坏的 他屠杀了这么多犹太人 他先是烧书后是烧人 然后臭名昭著的什么哥培尔 这都是被气脱的 那我问粉红你觉得纳粹是好还是坏的 你肯定会说纳粹是坏 纳粹当然坏 在看待纳粹这么一个话题上 我相信不管说是粉红派 还是普世价值派 对于纳粹的观点都是一致的 都是坏的 那么咱们今天再来谈一个人 是谁 池浩田 如果是国内的朋友们关心政治的 应该对这个名字是比较熟悉的 他是谁 他是一个中共的元老 跟着老共打江山的 现在是什么职务 现在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还有国防部部长的职务 等等 这个人厉害吧 犹逼吧 那在这里咱们要去看看他的言论了 刚才都说了 大家都认为纳粹是坏的 如果池浩田他支持纳粹呢 那你还支持吗 你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 池浩田他认为啊 纳粹德国是中共学习的榜样 希特勒在教育宣传新闻方面做的事非常有成效 但德国在江泽民同志的眼里 只是小儿科论人口面积历史远不如中国 我们三年就消灭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 他们德国才杀了对手多少人 之前我说过 德国纳粹他是一个真小人 但是老共他是伪君子 他更善于伪装 他这个基因更善于突变 池浩田言下之意就是说要学习纳粹 要从纳粹的失败中去汲取历史经验 而且池浩田还具体的总结分析 为什么纳粹会失败 第一个他是树敌太多呀 二战的时候 东西线的战场还有北非战场全面开战呀 第二个是急于求成啊 就是迫切的以这种战争的这种手段 去征服世界 这就是急于求成 第三个是纳粹他该出狠手的时候 没出狠手 以至留下后患 这里就说到一个核武器了 那时候德国他们就在研制核武器 如果说能够稍微把战争再延长几年 再拖几年 哪怕延长一年两年 如果说能够把这个原子弹给研发出来 那世界上可就真的是 德国跟日本说的算了 这是池浩田他对于纳粹的反思 池浩田自己都认为 老共他是跟纳粹是有着相似之处的一个政党 言下之意同样是作恶 你希特勒你纳粹你作恶呢 有底线 我老公要吸取历史经验 我就可以不要底线 这是关于纳粹德国 这是池浩田说的话 那么对于美国这一块呢 他说解决美国的问题 只能够用非破坏性的大规模杀人武器 才能够把美国完整的保留下来 他还说 什么武器是无比残酷的 不死美国人就死中国人 我们要做两手准备 如果什么武器偷袭成功 中国人民将付出最小的代价 如果不成功或者引发美国的核报复 中国恐怕要损失过半的人口 这种战争狂人的理念 咱们天天就算了 他下面还怎么说呀 不管做出多大牺牲 人口即使死了过半还能再生出来 而共产党一垮台一切都完了 他这里说人口死了过半还能生出来 如果说中美之间发生战争 你就一定保证自己是那一半剩下出来的人 你不是冲上去的韭菜 你不是冲上去的炮灰 你能够保证吗 这些年我们也在研究基因武器 就是不杀黄种人的生物武器 但是我们已经等不及了 他说美国的几百万华人 大多是受了这种自由化的思想熏陶 将为是我们的负担 活下来的我们还要搞运动去改造他们 这就等于说是打了很多海外华人的脸 他们就是人在海外新系祖国 结果你看池浩田还不待见他们 还说这些人是负担 将来还要去改造他们 他还说到是保全几亿中国人的生命重要 还是保全我们党的生命重要 那我们只能选择后者 谁叫我们是中国人 谁叫我们是中国共产党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典型的是要党性没人性 为了共党可以牺牲所有的中国人 这也是池浩田的言论 这都是反人类的言论 如果说你要是稍微公平公正的去看待历史 你就会发现美国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国家 历史上对中国帮助最多的国家 但是池浩田呢 但是池浩田一直是把美国当成一个府敌 一直想取美国而代之 池浩田他都说了 虽然历史上没有像俄国和日本那样去侵占危害中国 而且还在抗战时期帮助中国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但是他将来必然是我们民族复兴的阻力 而且是最大的阻力 这里他又提到一个民族复兴 民族怎么复兴 国内的很多五毛粉红 爱国者可口声声 我们祖国强大了 我们这个什么 看看我们国内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多好 那说几个最基本的 你医疗解决了吗 你生大病你看得起吗 住房解决了吗 有多少人买不起房 教育解决了吗 有多少在城市打工了那些农民府地 他们无法上学 这都解决了吗 有多少老人是老无所谓 在巴拉鲤桶去吃剩饭 这些都解决了吗 这些东西不解决你弹劾民族复兴啊 而且把这种民族复兴的阻力 你愿美国是美国阻挡你民族复兴了 虽然说帮助中国打日本帝国主义 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把美国当成敌人呢 在这里我就可以把老共比作成为一个蝗虫的群体 就是闹蝗灾了 你看国内这一块几十年的这种经济发展 造成这种严重的消耗 环境急速的退化 土地污染 空气污染 水资源污染 特别是今年夏天你看到处是洪水泛滥 老共他也是隐隐约感觉到 中国这种生存空间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去假设一个假想敌 这个假想敌你还不能假设禁了 禁了不行 俄国不行 俄国那是俄爹 得罪不起啊 美国做事他是讲道理 他不可能说轻易打中国 但是俄国对于中国从来那都是下狠手的 就像中国的老爹打儿子一样 从来都是不讲道理的 不听话是吧 拿棍子就抽 棍子都打蛇了还跪在那地方 老爹打的对 这是对俄国的态度 所以说不敢把俄国当成假想敌 那就帮美国当成一个假想敌 因为美国讲道理呀 这些反人类的话呀 都是出自于中共的元老持浩田的口中 他说出来的 像那些意识形态之争啊 我觉得也粉红啊 爱国者呀 改变不了他们 但是对于看待纳粹这个问题上 我希望那些国内的粉红们应该去仔细去思考思考 当年在德国纳粹时期 纳粹还是有很多那种粉丝的呀 有很多年轻人都说 只有纳粹才是德国的未来呀 这是当时很多那种纳粹的支持者 纳粹的党徒 他们的思想 那么放到现在 也有很多人说 只有共产党 它是中国的未来呀 它是世界的趋势呀 你把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德国 你搬到现在来 你换一个时间空间 到现在来看 那是不是就是中国的中共 那比当初的纳粹德国 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的纳粹党对于那些异奸分子 那就是喊打喊啥 直接是肉体消灭呀 那现在的共产党在这一块呢 做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今天讲这个内容啊 就是一个中共的元老 这说的话就太邪恶了 用网友的评论是 这是掏心窝子的邪恶 这个人是极力的鼓追战争 极力的希望中美开战 而且还是希望能够打核战争 那如果中美之间真的闹到这一步的话 谁上战场 谁是炮灰 谁是韭菜 之前看过一部布拉德皮特的电影 讲的是二战时期 在打德国的时候 布拉德皮特他从坦克里面 探出头来问一个当地的老头 他说请问你知道不知道 哪里有德国军人 那德国老头直接就是往远处一指 结果一指的时候 直接被狙击手一枪爆头 然后在远处里 大概是一个教堂里面 然后布拉德皮特下令开火 然后坦克机关枪 车里面开火 然后马上里面的德国士兵 就举这种旗子投降了 然后出来人一看 全部是小孩跟女人 基本上就没有士兵 还有一个是穿着类似于那种军官服装的人 然后布拉德皮特人怒了 说把他给枪毙 这些女人跟海服都是无辜的 是这些纳粹党逼着他们上前线 让他们成为炮灰 反过头来再看看中国的现在啊 那些一天到晚叫嚣着中美开战的 真正上了战场谁是炮灰 一天到晚吹噓着中国强大了 能够上油管了都能够上维基百科 虽然说无基百科里边的很多信息都不太真实 但是对于一些技术性的资料 你还可以去看一看 你看看美国有多少航母 你看看美国有多少飞机 你看看F325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参数 它能飞多快 它的电子站有多先进 你去看看福特号 卡尔文森号 像这些核动力的航母 它的综合能力有多强大 把这些东西都看一看 然后再对比一下中国的这种辽宁号 再对比一下中国的歼20 然后再看看中国这些歼20 它有多少技术 是美国的 是苏联的 有多少技术是自己研发的 然后再对比一下 如果说中美开战 谁是炮灰 谁是韭菜 当然今天这短短10分钟左右的内容 是根本不可能让那些爱国粉红 恍然大悟 醍醐灌顶 不可能 我也不奢望 只不过呢 看问题稍微理智一点 今天主要就是看到这么一个 持浩田的言论 看了之后感觉心里发毛 看了之后感觉老共太邪恶 老共这种体制 这种文化 这种基因 他就盛产这种人 所以说像持浩田 他可以做到这么高的一个职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参谋长 国防部部长 国务委员 好吧 话也不多说 就先说这么多